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罪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创造仿真影片片段 还能自动生成适合的音乐音效 创造专属短片 三星电子无法让AI伺服器中的强劲晶片需求变现 第三季获利未达市场预期 南韩实境料理节目黑白大厨 开播就登上Netflix非英语节目第一名 超商食材做成粒子提拉米苏 干萝卜因拔丝黑醋炸肉块 节目中美食引发话题 参赛厨师的餐厅预定更是大爆满 观众片玩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看的就是佛罗里达州 现在再迎来第二个强烈预风 因为十多天前 它才遭到四级预风海伦的袭击 而果然本周再迎破纪录的预风叫密尔顿 在24个小时之内 这一场预风迅速增强为五级预风 它的风速虽然在我们截稿为止已经转为四级 但是它替佛州带来的爆炒和强风 依旧是灾难级 它从佛州西岸的坦帕湾区将会登陆 这个地方从1921年之后 没有遭遇过任何大型的飓风 这次联邦和州政府都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下令强迫撤离百万人 而这时候灾后的救灾变成了政治战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断的散播谣言般的假讯息 他所散布的很多联邦政府的不利 或者是发放金额的局限全都是假的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他到佛州勘灾 但是佛州州长不接他的电话 那么同时当众告诉大家说 他不认为副总统贺锦丽在救灾过程中有任何角色 还没从12天前的飓风海轮复原 美国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 又将迎来强烈预风密尔顿 由于墨西哥湾海水温暖 密尔顿在短短24小时内 就从热带风暴升级为五级预风 是大西洋史上升级第三块的风暴 预估将带来接近破纪录的强风和暴潮 变大又增强的密尔顿 一路从墨西哥的尤加敦半岛直扑美国佛州 超过一百万人已被下令撤离 美国总统拜登和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官员更是一再发出警告 佛州西岸人口密集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估 密尔顿周三将从坦帕湾登陆 即便到时可能降到三级 但从西到东的罕见路线 以及坦帕湾沿岸最高恐达4.5公尺的暴潮 都将大大冲击人口超过300万的坦帕湾区 上个海伦飓风在美国东南部已造成 至少235人死亡 佛州坦帕湾区居民 赶忙在密尔顿上路前抢购民生物资 不少卖场货架都空了 75号洲际公路从白天到晚上 都挤买往北撤离的车辆 佛州中部和西部公路暂停沿线收费 以尽快疏散车潮 坦帕和奥兰多国际机场也全面关闭 四级飓风海轮过后大量的残骸至今还没清完 就怕密尔顿的强风来袭 让瓦力碎片满天飞造成二次伤害 而就在这个时候 救灾却沦为选举政治口水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借海伦飓风灾情 一再散布错误的假资讯 美国媒体立刻对这些说法进行事实查核 说FEMA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资金 被拿来用在安置无证移民 这是错的 称直升机和救难队在洪灾区失踪 这也是假消息 至于只给灾民几百美元的说法 更让FEMA官员亲上火线驳斥 FEMA因此特别开辟专业回应谣言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勘灾时也澄清 750美元只是让灾民应付第一时间的需求 而非完整的灾害补助 美国媒体也报道 共和党籍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在拜登赴佛州勘灾时拒绝与他同框 也拒接贺锦丽的电话 不过周一晚上白宫表示 拜登已与德桑提斯通过电话 德桑提斯之后接受福斯新闻访问 反批贺锦丽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角色 说他与拜登和联邦官员保持联系 是贺锦丽为了竞选把风灾政治化 提示文综合报道 这两天很多媒体都报道 以哈冲突整整一周年 一周年来 以色列从来没有放松对加萨走廊大规模的攻击 联合国的分析卫星照片在这则报道里 在一周年的时候已经整理 并且公开了加萨被破坏的程度 根据战损图可以判断 以色列采取歼灭式的追击 以色列的意图似乎要摧毁整个加萨走廊 不只是救回人质 加萨已经没有任何所谓的安全地区 可以让百姓避难 报道当中我们看到NHK的记者 在那边创发着报道 加萨幸存者的生活非常艰难 中东情势越发复杂 其中以色列与哈马斯的纷争 已经持续了一年 联合国公开这一年的战火破坏 日本NHK电视台重叠加萨实际地图 检视军事行动进程 从时间序来看 北方首先成为目标 随着平民逃往南方 以军进攻范围则向南拓展 最南边原本尚且偏安的拉法 如今也沦为地面战的战场 加萨走廊超过六成地区 16万栋以上房屋受到波及 信仰が始まった頃は ある程度大事名分を立てて 攻撃の正当性を イスラエルは主張する形を とってたんですよね でもやっぱり1年経ってみると 途中からは全くも そういう説明も意に返さずに ガザ地区にある建物であったり インフラであったり あるいは農地を根こそぎ なくす方向でどんどん進めてきたんだ ということが時系列を追ってみると よくわかりますね ガザ地区に積み重なっていた 人々の生活をなくす方向で 進めているようにしか 解釈できない 当整个加薩都是 以色列的剑靶 平民便逃无可逃 儘管以軍再三強調 以使用精密武器 減少平民傷亡 但聯合国给了問号 从战损图上可以看见 藍点与黄点 大多覆盖在重創区内 而这两个颜色代表的 是医院与学校 两者数量 达到加薩地区的七成之多 根据統計 伊哈開火至今 超过1.6万名孩童 成为牺牲品 占总死亡人数三成以上 一场战争上升至人道危机 还活着的 连吃饭都有问题 过着有今天 没明天的日子 南部的汉尤尼斯 那民营的大锅饭正煮好 大孩子们拉着拖车运送 年龄小的一人一家代表领餐 11岁的阿杜汉木 捧着一锅饭回家 分量看来不少 但要知道 这得一家九口分着吃 战争无情 水无寸里的百姓流离失所 许多孩子一系之间 被迫长大 21岁的安瓦鲁曾是个普通大学生 军事冲突后 与母亲妹妹逃到埃及 而父亲错过出境时间 被留在了加萨 安瓦鲁扛起一家之主重担 从不进厨房 开始学做料理 从大学生跨入神医人 开了名为加萨之子的烧烤店 卖起道地的家乡口味 让同为天涯沦落的加萨人 能够来到餐厅里 用食物为破碎的心灵疗伤 想要结束这场人道危机 少不了国际关注社会舆论 于是记者媒体 前铺后继勇闯战区 只为替加萨百姓发声 然而这样的行为 也让记者成为目标 路的尽头开来一辆 以色列战车不料 乙军竟对着采访团开枪 记者摄影师仓皇逃窜 虽然早知道有同行 死在乙军枪下 但没想到是如此明目张胆 名为伊布拉姆的记者 不幸离难 大火身上大大的price 竟从保命变成了送命 而在事件过后 幸运生还的自由记者 艾斯蒂重回前线 尽管身上的采访背心 可能招来致命危险 但也只有这件背心 能把加萨更多的角落故事 说给更多人听 TV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再看的一场恐攻 则是中国大陆的工程师 为了一带一路 在外地建设命短异乡 这是巴基斯坦克拉芝的机场外 当地的恐怖组织 锁定了中资燃油电厂的工程师车队 他们从国际机场刚出来 于是炸弹客立刻发动攻击 造成了车队里面的中国公民二死一伤 巴基斯坦境内的中巴经济走廊 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之一 在中国方面投入了620亿美金 主要是协助巴基斯坦的电力跟水力建设 那么这些建设持续被当地的恐怖组织攻击 总计四年来 已经造成了在巴基斯坦 19个中国人惨死异乡 巴基斯坦最大全是克拉芝的国际机场外 周日晚间传出爆炸声响 熊熊火光直冲天际 事件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 另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十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组织毕露之解放军坦诚犯案 并且公布自杀炸弹客的照片 还强调相关攻击就是锁定从克拉芝机场出发 准备前往当地中资卡西姆港 燃煤发电公司的中国工程师车队 目的是为了报复中方透过一带一路 与巴基斯坦政府联手剥削当地资源 巴基斯坦政府除了誓言要把凶徒绳之以法之外 从总理到内政部长等多名高官 更先后亲身前往中国大使馆致哀道宴 然而实际上巴基斯坦境内这种 针对中国公民的恐怖攻击近年频繁发生 半年多前在巴基斯坦北部 也发生过一起锁定中资达苏水电站工程人员的攻击 中方车队被装有炸弹的车辆撞下山谷 造成五名中国人死亡 同一个水电站工程早在2021年7月就曾遭遇攻击 当时酿成九名中国人在内共13人死亡 该水电站因为三年内连续发生两起自杀攻击 导致14名中国公民丧生 目前已经被迫暂停工程 至于这次出事的第一大臣克拉吃 2022年4月也曾经出现一起 针对当地孔子学院的自杀攻击 造成三名中国公民在内共4人丧生 北京当局照旧谴责相关恐怖攻击 官方媒体报导时则致力淡化事态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再次紧急提醒 再把中国公民企业项目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 强化安保措施做好安全防范 这些锁定中巴经济走廊等一带一路重要建设的攻击事件 越来越频繁 再加上相关建设开发过程中 不时遭遇当地民众因为生计受到影响 而发起的示威抗争 让外界对这些开发案能否顺利发展 一律重生 再加上巴基斯坦当前内部相对不稳定 挑战执政联盟合法性的示威不断 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周边 从9月起就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释放目前遭关押的前总理伊姆兰汉 抗议情绪跟在上周五当局关闭手机讯号 并且祭出催泪弹试图阻挡示威之后 情势更加激化 为了阻挡示威者进入市区聚集 当局甚至出动货柜 封锁通往伊斯兰马巴德的主要道路 但多数示威者人想办法爬过货柜 进入城区持续抗争 甚至有部分示威者手持木棍竹杆 或者同样拿催泪弹与警方对峙 官方声称抗议活动已经造成 至少85名警力受伤 就了解伊姆兰汉因为受到贪腐指控 去年八月以来持续被关押 他的政党也被迫解散 但人民对他的支持却是有增无减 因此他力挺的候选人在今年二月大选中 赢得了最多国会席位 与目前执政的总理夏利夫分庭抗礼 而在国内政局相对不稳定状况下 八国当局对于恐怖活动的抗击能力 恐怕也会遭遇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吉哈战事已经一年 全世界依旧陷入两种阵营 一个是声援巴勒斯坦 另外是支持以色列 而这个情况也在德国产生了极端的对立跟分歧 德国极右势力崛起 还有敏感的反犹太意识卷土重来 德国是特别的绷紧神经 很不愿意历史性的仇恨情绪在民间滋长 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沿途敲锣打鼓呼喊口号 上个周末德国首都柏林街头 聚集了上千名民众 声援加萨难民反以色列暴行 我们在巴勒斯坦和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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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巴游行活动从五日一直持续到了 7日尼哈战争周年 尽管德国当局出动警察管制 试图疏散人潮 但示威群众仍不断涌入 双方推几间爆发肢体冲突 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合的决定 以外来进入加萨 和巴勒斯坦和拉萨 他们的目标没有是 双方和拉萨 没有对他们的目标 五日当天 德国柏林街头的另一侧 则是聚集了一批支持以色列的群众 他们控诉哈马斯是罪魁祸首 点燃中东战火 手中高举标语牌急声呼吁 要德国民众擦亮双眼 不要盲目从众 在去年哈马斯攻击事件中 幸存的生还者 也围在柏林一处犹太教堂内 点起蜡烛首页 挨到被战火波及的 遗难者与亲人 首页结束后 幸存者们发表演说 透过讲述自身经历 发出沉痛呼吁 希望民众保持理智 不要被反犹情绪左右 让仇恨的种子在心中发芽 二战期间 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伤痕至今犹在 德国也长期背负着 对犹太民族的历史责任 但去年以哈战争爆发 又一波难民涌入欧洲 极右翼民粹政治势力 也趁势崛起 一波波反游反以示威 让当局与警方严正以待 在周年纪念日首页活动上 柏林市动员了警力 避免双方阵营冲突失控 为防止仇恨 情绪滋长 以哈周年当天 德国总理办公室外 则挂起了象征团结 声援以色列人质的黄思黛 联邦反犹太主义研究和资讯中心协会 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 指出去年德国境内 共发生了超过4700起反犹太主义事件 在种族仇恨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 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舒斯特 7日发出呼吁 希望德国大众不要被仇恨情绪蒙蔽 而遭煽动利用 TVP新闻总和报道 2024诺贝尔奖的名单陆续公布 两名美国学者因为发现了小分子的核糖核酸 在基因调控里面的作用 对于治疗癌症还有剑动症的治疗都有帮助 因此这一次他们得到了诺贝尔深医奖 英国的博彩公司公布获奖者预测资料 文学奖大热门的人选榜首 是中国女性主义作家残血 而陪榜17次的日本知名小说家 《村上春树》则是预测第二 而和平奖很难预测 有学者预测和平奖可能这次发布出去 因为全球遍地风火 差点错过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话 美国麻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安布罗斯 与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鲁夫坤 共同获得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 1993年这两位学者都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生 得奖的研究始于蛔虫 他们先在秀利银杆献虫 发现最早的小分子核糖核酸 名为LIN4 可以阻止某些蛋白质产生 以为是这种虫独有 七年后鲁夫坤的团队发现 秀利银杆献虫体内有另一种microRNA 名为LET7 是哺乳动物体内也有的 一个小分子核糖核酸 通常可以调控数十个基因 谁是虫谁是人 哪批细胞会长成肌肉 哪批又变成神经细胞 这些microRNA仿佛造物者的手指 也是胚胎发育 细胞生理学和癌症医学等研究的重要基础 控制组织增生 心血管疾病与致癌基因等的药物与疗法 也都需要以micro mRNA活动为重要依据 不断拓展深化microRNA领域 另一位得奖者鲁福坤强调自己有无知的幸福和研究的热情 但也坦承自己21岁到24岁时很茫然 住在货车里又搭乘便宜交通工具到处旅行 直到在玻利维亚翻到一本科普杂志 科学人期刊 安布罗斯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曾无家可归 又被俘虏去为纳粹做奴工 直到朋友赞助移民美国 才能扭转家庭命运 如今全球新的难民数量依然日日增加 战火下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谁有资格领 另外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 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并要求以色列对加萨人道灾难负责任 也可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发布出来不必勉强 世界现在真的很不和平 过去诺贝尔奖得主从缺的情况 也发生过19次 1972年因为越战发生 就没有和平奖得主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 英国一家博弈公司发布预测 夺奖热门人选包括中国女作家残雪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 最近备受踏伐的JK罗琳也在列 75岁的村上春树在国际间获奖无数 唯独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连续陪榜18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今天稍早我们有报道了 以哈战士一整年的情况 而现在他跟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彼此牵动 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的坚定立场 在一年来遭到很多选民反弹 因此民主党流失了许多同情巴勒斯坦的选票 现在民调显示 犹太裔的选民 6成50支持贺锦丽 3成4支持川普 而身为前总统的川普 对这个结果感到不平 他认为自己的任内对以色列也极为友好 希望争取100%犹太裔选票 以色列遭哈马斯突袭事件 满周年全球各地都举行纪念仪式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前往耶路撒冷的纪念碑 悼念罹难者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点燃烛光哀悼 他也承诺会在剩下105天的任期 持续推动停火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贺锦丽 也与夫婿在关底 种下了一棵石柳树做纪念 石柳树在犹太世界中 象征希望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则是在纽约参加纪念仪式 以哈战争不只让中东情势陷入危机 同时也让美国政治和社会陷入分歧 连带牵动总统大选选情 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引发民众反弹 民主党也流失不少同情巴勒斯坦民众的选票 拜登对纳坦雅胡不愿停火 据传两人已经有七个星期没有对话 但尽管如此 美国人持续提供以色列武器和精元 其中很大部分的原因恐怕是选举考量 怕得罪了美国犹太裔选民 民调显示 犹太裔选民有65%支持贺锦丽 34%支持川普 川普对这个结果感到愤愤不平 美国阿拉伯裔的选民也施压赫锦丽 与拜登政策切割 呼吁对以色列禁运武器并促成停火 否则就不再支持民主党 贺锦丽接受60分钟专访 她强调支持以色列捍卫国家安全 但被问到纳坦雅胡是否是美国亲密盟友时 贺锦丽闪避了问题 按照惯例 美国总统候选人会在选前一个月 接受CBS老牌新闻节目60分钟的专访 川普2020年竞选总统时 因为招架不住主持人的提问 气得直接离开 这次他也拒绝再上节目 除了中东政策 经济政策也是贺锦丽和川普的攻防焦点 根据一家监督政府财政的组织估算 贺锦丽端出的经济牛肉 最高会让美国负债8兆美元 川普的经济政策最高可达15兆 贺锦丽也在电视专访中 被问到如何为政策劈财源 美国南部边境移民问题是贺锦丽的痛脚 主持人追问最初放宽移民入境的政策是否有错 贺锦丽回应时显得左之右处 在乌克兰问题上 贺锦丽表示若当选 他不会和俄罗斯总统普钦面对面坐下来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AI在创作部分又有新的科技 这是全民影像时代 在AI出现之后人人更可以成为创作者 科技龙头积极的投资 像是我们focus过 Meta最近发表了一款影片的产生器 这个影片产生器是用简单的文字提示 能够生成相当真实的影片片段 再加入音乐跟音效 就好像真的去那里拍过一样 而英国也办了一场交融性的展览 它不只是人机一起作画 当中的AI机器人是由艺术家花了十几年 用自己的画作 那么经过了一段累积 不断训练出来的可以称为AI科技徒弟 由Meta执行长马克·卓克伯亲自展示 这款被他誉为最先进的扩增实镜AR眼镜 Meta近来积极投资影像生成领域 新法宝可不只有它 还发表一款叫做Movie Jam的AI影片生成器 让使用者能透过影片生成编辑 再加上音乐和音效的功能 打造出如真实场景般的影片片段 Meta说它能够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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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开放AI 创作这条路上有了AI的加入 让人类和机器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在英国伦敦 这场主打数位创新结合当代艺术的全新展览 继续打开新的眼界 机器人拿着画笔作画已经不稀奇 不过这个叫做Doug的AI系统 却是由艺术家本人亲自教导 熬了多年才出世的学徒 加拿大华裔艺术家素君 花了超过十年研究 要怎么把自己的风格和点子 传授给AI机器人 于是他选择用自己的画作来训练AI 再把已经学到他作画风格的AI系统 转移到机器手臂上 实现人机同台作画 将艺术家和AI各自的风格结合 让素君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世界百大最有影响力的AI专业人士 不过这场展览中的数位艺术家先驱 大有人在 有的运用生成式AI 把传统刺绣文化以数位的方式呈现 另外这幅NFT数据画作 则是艺术家找上亚马逊与林部落的原住民 共同创作了作品 人机合作共同完成一幅作品 确实为当今艺术市场打开一道门路 因为现在要说服大众买纯数位的艺术品 并不简单 根据瑞银和巴塞尔艺术展的最新报告 2021年的NFT市场 也就是加密艺术串红的那年 NFT相关销售额飙上29亿美元新高 随后热度迅速减退 在2023年骤减到12亿美元 在NFT作品经历暴涨又暴跌后 业界专家人看好成长前景 但同时也引发反思 包括AI在艺术创作扮演的角色 以及演算法能不能取代人类 在各界持续拿捏规范尺度的同时 全球的AI竞赛并没有减速 美国商务部打算提拨1亿美元 来刺激AI在半导体材料的应用 这笔资金将流往大专院校 全国实验室还有私企领域 持续与自家AI性能 作为全新手机平板最大卖点的三星电子 却在周二传出坏消息 三星除了宣布第三季获利 将不如预期还向投资人致歉 他们在这场AI晶片竞赛中 落后挥达等其他劲敌 三星的慢半拍将使他们更仰赖低利润晶片 越来越难跟中国的竞争者匹敌 同时还会削弱智慧型手机和电脑的需求 三星股价自今年以来已经下跌超过20% TVB的宣众报道 最近有人跟您聊到南韩这个最新的料理实境节目吗 黑白大厨 他9月中才推出 但是迅速席卷全球 他已经成为Netflix非英语节目排行冠军 他是集结了民间80位的黑汤匙厨师 和业界精英的白汤匙厨厨 展开料理对决 他请来知名的美食专家白种员 跟当地唯一米其林三星主厨 安诚仔 攜手担任评审 节目的高人气带来了不少商机 节目当中的甜点 会在韩国的超商开卖 参赛者的餐厅爆红 每一间都预约爆满 80位黑汤匙厨师 隐藏在民间的料理高手们 对上知名业界翘楚 白汤匙大厨来场残酷美食对决 争夺冠军头衔和三亿 韩元奖金 动员白人黄金阵容 节目自然 也得请来大人物当评审 在南韩家喻户晓 旗下连锁店在韩国就有超过2300家 更参加多个美食综艺的知名厨师 白种员 和大众较少接触 但实力过人的米其林三星主厨 安城仔 两位最强评审搭档 要让参赛选手心服口服 Netflix最新南韩料理石禁秀 黑白大厨 九月中一播出 立刻冲上非英语节目排行榜第一 超高人气也带来一连串外衣效应 不只刀工一绝 在团体赛中展现出沉着一面 和超强领导力成功带领团队 拿下胜利 取名为三星的黑汤池帅哥主厨 江盛远 个人魅力大获赞赏 节目之外 他在首尔经营的法式餐厅 因此爆红 因为难求 其中一名在市场里 经营刀烧面馆的餐赛黑厨 也坦言很感激节目 为自家餐馆带来人潮 黑白大厨制作团队成功向全球 推销韩国餐饮产业 而节目中出现的美食 也带来新生机 让评审露出微笑赞不绝口的提拉米苏 出自黑汤匙厨师 拿破里美味黑手党之手 他利用超商食材发挥创意 拿下要导性胜利 后续这款甜点所食用到的饼干 拿铁栗子等等商品 在便利商店嫌弃抢供潮 现在韩国超商CEU 甚至宣布即将上架贩售 只是这波经济效益背后 为何节目能这么红 和以往实境秀哪里不同 专家分析 厨师个人故事 是看点 再加上评审蒙着眼评论 不管是黑是白只讲求料理实力 和创意性更能凸显公平竞争 不过如同人红是非多 黑白大厨红边海内外的同时 也招来口舌论战 就是这道中市主出 政治善作的把斯六里 在节目中获得广大好评 却被大陆网友怒劈 中海网友为了节目 先起口水战 也再度验证了黑白大厨高人气 后续话题持续延烧 TVB新闻 赞和报道 东北亚另外一个国家 日本的新闻 则是关注上皇后美之子 在家中跌倒 在星期二的上午 完成了手术 目前术后良好 准备迎接20日的90岁大手 日本上皇后美之子 牵着上皇名人的手 缓步走在菜园里 洋溢幸福氛围 没想到周一却传出 美之子在住所跌倒 导致右大腿出现骨折 紧急送往东京大学医院 接受检查 在日本时间8号上午7点半 已经完成手术 术后目前状况良好 宫内厅也发出声明表示 美之子在仙洞浴所内跌倒 右脚出现剧烈疼痛 经过医院诊断后 确定是右大腿骨上部骨折 进行手术 这次美之子才刚与皇室成员 一起到清景泽度假 回到东京的仙洞浴所 却发生意外 幸好没有大碍 而其实过去在2019年时 美之子就曾经因为乳癌 接受摘除手术住院 当年12月更出现呕吐吐血的意外 这回发生跌倒意外 也让外界都很关心 美之子的健康状况 与丈夫名人结婚65年 一路走来两人相知相惜 走过日本许多大小事 也见证日本社会变迁 而20号美之子就即将要过90岁大寿 现在跌倒后术后休养 只希望可以身体健康 与家人欢庆生日 TVN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您 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一次 by bwd6